各位媽媽,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媽媽劉立兒 你的嬰兒有沒有需要補奶? 醫生會不會跟你說 都可能要補奶粉給嬰兒? 在這個時候我想說 怎樣可以補奶 但又不減低你將來餵全人奶的機會? 今天想和大家說說 有什麼工具和方法補奶? 在我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也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讚好 還有如果有問題的話 留言給我吧 如果你的嬰兒需要補奶的時候 記得盡量不要用奶瓶補奶 為什麼? 因為一般指引 四至六個星期 都不要用奶瓶和奶嘴 為什麼? 因為很多嬰兒 用奶瓶之後 就喜歡奶瓶多於媽媽的乳房 因為奶瓶本身是比較容易 寶寶可以被動式 都可以拿到很多奶 寶寶很多時候會因此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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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就介紹兩個工具 跟大家說一下如何補奶 第一個想介紹的工具 就是 syringe syringe 中文叫注射器 有些人用針筒 其實這些不是有針 是一些膠的 syringe 有不同的尺寸 甚至少到1ml至20ml 甚至更大也有 首先講一下1ml的 syringe 為什麼用1ml? 代表媽媽你的母乳滴滴都是珍貴 千萬不要忽視 我只是拿到很少出來 因為我不能量手拿到 取得足夠му油的奶給�j寸 千萬不要這樣想 所以我的1ml的 syringe 做得更容易 但如何製作這些 syringe 就是 其實這個方法就 bien 凡ruct是以奶後這個方法 其實都一定要確保寶寶是坐直的 方法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尾指 你的尾指不要有長指甲和乾淨 就可以讓寶寶吸住你的尾指 當它在吸住的時候 你感覺到有強吸住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走你的尾指 然後讓你的尾指進去 慢慢地擠奶給寶寶 當寶寶慢慢大 它的份量是多了的時候 這個是5ml的針筒 其實去到大一點 20ml也有的 除了有1ml的針筒之外 亦都會有5ml、10ml、20ml 甚至更大都有的 但是當寶寶開始大了 可能還需要用這些針筒去補奶的時候 可能需要換個大一點的針筒 第二個方法就是 可以將這個針筒 在寶寶的嘴角擠少許奶 大約0.5ml的奶 讓寶寶開始吃到有少許奶 它自然的反應就會吸住 那時候就放入這個針筒 除了有1ml 除了有1ml 還有5ml 10ml 20ml 的針筒 那大家可以按著 寶寶長大 還需要補的時候 的份量增加 就可以用個大一點的針筒 那針筒的好處就是 當你把奶放入這個針筒的時候 那個流失 浪費了機會都不太大 而且也是比較容易一些 那這個不好處就是 當然如果針筒是比較小的時候 你需要補的奶的量是比較多 就要重複很多次 那這個就是這個不好處 第二個方法就是 用杯胃 OK 特別當寶寶開始大的時候 其實杯胃就可以餵到 多一點份量的奶 那怎樣做呢 就是把奶放在這個杯裏面 又是確保寶寶寶是坐直的 之後就是可以把這個杯 壓到寶寶的下唇裡 那就是傾側的那個杯 那千萬不要打算倒進寶寶的口 那就是慢慢呢 就是讓寶寶在杯裏面 拿到少量的奶 之後呢 寶寶的那個反應呢 就會是 那就是 新條理出來 最大的不好处就是很多时候会堵射了少许奶 如果你补的是人奶 当然妈妈可能会心痛一点 不过也不要紧 因为练习得多 技巧好的时候浪费也会减少 好处当然是可以在短时间 喂多些奶给BB 最后如果你是需要补奶的话 也不要紧要的 那就继续努力 你也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开头这个时间你是需要补奶的话 不要紧要的 继续努力 你可以继续泵 泵奶就尽量补的是人奶 就是去取代那些奶粉的 慢慢多BB 是增重是正常的时候 也可以補少一点奶 我鼓励大家可以向全银奶这个目标买进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到我的channel 多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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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